好 直播看到這一大鍋 綠綠的咬起來是相當濃稠的湯 就知道麻藝的季節又來了 台中第二市場那一大早 有不少民眾陸續來喝 對於台中人來說 夏天就是要來上一碗麻藝湯 消暑有對味 我們現在聽一段民眾怎麼說 現在買了回去 放給給它冷 放給它冰箱 放給它冷冷 做多喝 夏天喝湯的幾乎都改喝麻藝 喝湯都改喝麻藝 因為麻藝這種東西只有台中 夏天才有 它又比較消暑 對 所以大部分這個時段喝湯的 都會變喝麻藝 我們可以聽到業者也說 只要麻藝的季節一到來 那所有來店內 平常會喝湯品的客人 都會改喝麻藝湯 其實每一家麻藝湯的做法 是不太一樣 有些是會加進小魚乾 有些是會加進地瓜 麻藝湯喝起來是苦乾苦乾的 幾乎每個上門的客人 都會來上一碗 也可以稱之為是台中專屬的 消暑聖品 那為何近期需要消暑呢 主要也是因為迎接週三 夏至天氣會越來越熱 氣象局也針對全台13個縣市 發佈高溫警訊 民眾也要多加留意 以上是我們一招 最新情形相親鏡頭 交換個棚內 我是徐國豪 在中視新聞首次坐上主播台 體會到播報新聞 所需要的穩健台風 以及掌握突發 即時新聞的隨機應變 為觀眾播報最即時的新聞 就是展現專業的時刻 更多新聞請鎖定 中視新聞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